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龙给我盘着 是武给我握着 陈凡的恐怖那是你们能想象的 便是安家再强 设力再大 也挡不住陈凡一剑 是什么人 单敢来东河安家撒野 傅振庭 他怎么来了 振庭 你来了 安老爷子 安叔叔 我刚到东河 听说有人在安家闹事 就匆忙过来了 好好好 他就是大闹安家的人 这人 好眼熟啊 他是小雅的弟弟精灵陈家的人 想要带小雅回去 我们怎么劝都不听 还打伤了小雅的舅舅 精灵陈家 陈家不是已经衰败了吗 自从陈北璇死后 陈家也没什么厉害人 西北武家武圣湖 拜见陈先生 不知陈先生当面 万万恕罪 武叔 你这是何意 武圣湖 天榜位列第八的武圣河 是你什么人 圣河正是我弟弟 莫非 不可能啊 他不是一年前就已经死在 异国的导弹之下了吗 陈先生一回来 就于万军之中 斩杀异国北方军区私立 更以一人之力 逼得大国俯首 令世界震步 只是没想到 先生来得如此之快 窝等还以为 先生刚回国呢 开玩笑的吧 这怎么可能 姐 他们在说什么啊 安雅是我的姐姐 却被安家逼着要嫁给傅家 你说我该不该来 什么 傅正廷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简直找死 陈先生 这是我武家的错 傅家胆敢侮辱当事神话 我必让傅家给您一个交代 不说 你做出这种混账事情 甚至牵连整个家族 不要说打你一巴掌 便是烧了你都足够了 傅家家主能统一上安家的私生女联姻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是傅正廷搞的鬼 如果不是傅正廷看上了安雅 安家吃饱了撑他跑去中海找人 陈北璇必定清楚其中缘由 只求不会连累到我们武家吧 不用了 我自会上西北 让傅家亲自给我一个说法 正廷胆敢在知情的情况下 觊觎神话 理应付出代价 武家主 你这是什么话 陈先生是神经 是当事神话 任何胆敢辱莫陈先生的 都得付出代价 他是神经 原来是神经仙师驾临 安在情有眼不识仙人 万请先生恕罪 爸 混账 还不跪下 给陈仙师请罪 我 碧安家下跪 少妇家继承人 这就是神经的力量吗 原来 他是这样厉害的人物 连我们安家都惹不起 谢师 安女士这两个月来的所有委屈 我武家定会替您讨回公道 请您赞收雷霆之路 让我等有赔罪的机会 是是是 我安家一定会给先师一个交代 看在安姐姐的份上 我不愿在安家多做杀戮 你最好是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 请先师放心 安家一定竭尽全力 弥补安雅小姐这两个月 不 是这二十多年的所有委屈 安姐姐 嗯 既然安姐姐同意了 那就这样吧 先师请一步正堂 我们坐下慢慢聊 凭什么 我家事比他好 找得富家也厉害 从小顺风顺水 而他只是个家族弃儿罢了 他竟然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弟弟 连家主在他旁边 都得陪着小心 陈仙师请入座 陈仙师 不知您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呢 安家资产从今以后 有一半给我安姐姐 这不可能 住嘴 就以陈仙师所言 好 记住 三天之内 这些资产要到我安姐姐名下 否则 别怪陈某人一箭飞来 不敢 绝不敢 父亲 一半的资产分出去 这安氏集团 说不定都要一主了呀 混账东西 若不是你爸 我刚才答应的果断 你爸是小命难保了 他已经废了富家的傅振亭 难道还敢对我动手吗 安兄 我刚刚得到消息 昨晚陈仙师发威 精灵十几个大家族都造了样 最后是特殊部门的朱雀出面 收拾残局的 什么 天爷呀 当世神话 这就是当世神话 天叔 你立刻将一半资产 转入安雅小姐名下 绝不允许有半点耽误 是 父亲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世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功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不一样的 我讨厌 不一样的 我讨厌